朋友们好,昨天刚刚分析了外资做空中国,那么晚间高层就发出了旧市的最强音 一行两会一局先后出来喊话,央行外汇局表示要加强部门协作,维护股市健康发展 支持香港国际金融中心持续繁荣发展 银保监会表示资本市场具有长期投资价值 证监会也表态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现代资本市场 就连香港特首李家超也出来表示,我们已经做好了应对准备 不光是喊话,大招也不少 前有央行外汇局将跨境融资审慎调节参数上调至1.25,吸引外资 那么六部门鼓励外企在A股上市 今天央行开展了2800亿元的逆回购向市场提供流动性 港交所也爆了个大招 今天宣布暂停恒指期货的波动调节机制 原来恒指期货是有一个保护机制的 五分钟涨跌超过10%的话会有一个冷静期 那么现在暂停了,这是对做空势力的警告 因为一旦逼空行情开始的话 空头们来不及反应,有可能会瞬间被打爆仓 那么在高层一系列喊话和大招之下 A股今天迎来了一个反抽 先盘点一下今天的战况 早盘呢很猛,主力资金拉医药医疗板块 这个路走得非常对,为什么呢? 因为只有拉这些成长板块才能够激发起市场的这种气氛 这种炒作的热情 那么活跃度才会上升 如果还像之前去拉那些什么渣男券商啊保险啊 肯定又是瞎忙活啊 那么五盘回来后就有点没劲了啊 那么什么原因呢?还是大票的拖累 那么茅台五盘之后砸盘 尤其是这个猪肉毛,牧原股份 它下午有个跳水 对指数的拖累还是很大的 怎么说呢?现在还是赶快改革一下指数吧 把这些废物全都踢出去 选择能够代表中国经济的成长股进来 那这样指数才能好 那么收盘情况来看的话 护指收盘是2999.5 就差了0.5个点 就守住3000了 关键时候啊 一个点的差距对于士气的影响 那都是非常大的啊 试想一下 如果今天它能够占上3000点 可能盘后就会有很多的评论文章出来高呼 呀,护指大掌重新占上3000了 对不对 那么对于提振士气是有好处的 总感觉没占上是有点美中不足对吧 那短期我们需要重点关注什么呢 就是关注明天它能不能继续反弹 然后走一个小的W底的这么一个结构 一仰改三观啊 一根K线改变信仰 希望多头能够再接再厉 激发起市场的信心 金融战的博弈啊 是一场战争 战争啊就是你来我往嘛 你打一拳啊 我回一脚 空头肯定是不甘心失败的 那肯定会反扑 所以说A股短期来看 必然还是会有一番的 你来我往的搏杀 那这个时候呢 咱们要干什么呢 其实就是要赌国运 坚信国运 我的建议是呢 如果你资金很充裕的话 可以拿一部分资金 帮忙厂子嘛 对吧 帮忙夺头 注意要控制好仓位 以左侧的心态来介入 那对于大多数资金实力弱的小散户啊 咱还是别掺和了啊 神仙打架 烦人退币吧 意志不坚定 容易被人利用啊 现在你追进去了 万一它再一跌的话 你掉个头来成了空军了啊 那就不好了 那就不如等待护盘成功 咱们再进场去 痛打落水狗 要好了多 你说呢